这就是你们书院计划的一切 人算不如天算 而我就是这天 书院算天的第一步 就是朝二哥藏剑余身 带石斗生一边 利用柳白杀伐决然的剑影 在出其不亦攻其不备的情况下 剑光刺穿二人的身躯 两名活了上千年的传奇人物 也算是修行界里的传说 就是这样陨落在书院算天的局中 然而光明记这边 没有了浩天的两个小跟班前来支援 宁缺却是在光明记这边大杀四方 书院算天的第二步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计划 因为人算不可能胜过天算 所以书院只有心照不宣 只是随着天翼而行等待场间的变化 只有不断变化才会等来机会 宁缺就是在等待着这个机会 就在此时 龙青化成几道黑色的桃花碎片 快速袭来也加入这场战斗 只不过他是替罐主要就劈劈而来 熊出墨看着光明会受到了宁缺与龙青的破坏 趁着宁缺不备之时举张偷袭 眼看着就要偷袭得手之时 不料却被叶红鱼的刀剑从天而降倒下 他的命是我吗 对 总比别人杀不起 天女此时此刻看着你们呢 此时长教熊出墨看着场间发生的变化 对光明会的召开越来越不利 于是他决定不再留守进入天气 他伸出双手迎向湛蓝的青天 如今浩天就在人间 这股磅礴的力量在不续跨越青天 不会有任何的损耗直接向连 此刻的熊出墨一旦进入了天气 他将会拥有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力量 然而此时的宁缺突然明白 他一直在等的机会就是此刻 利用他与桑桑互为本命的关系抢夺天气 就在熊出墨还在抱着美好的幻想之时 奇料一道灰红而又磅礴的浩天神灰 从桃山光明神殿降落到宁缺的身上 熊出墨在受到皮皮的讥讽之下 气得差点就要哇哇大哭 而宁缺在有了浩天神力加持下 他的气息在发生着极为惊人的变化 甚至直接提升到了武镜之上 这道力量就像一座桥 那头在他的身上 而另一头在宁缺身上 这便是相遇更是重逢 有了这次的关联就再也无法分开于割断 此时的浩天也可以说就是桑桑 他愤怒地停止了继续向宁缺输送神力 他的愤怒自然是来自 那道再也斩不断的沉原 就在他想要痛下杀手时 他感觉到一道剑意起自万里之外 贯穿天地的剑意化作一道灵力光线 来到了光明神殿 来人正是人间第一强者剑圣柳白 柳白之所以能够出现在光明神殿 其实这也是书院在等的变化 即便他是浩天要镇压这把人间之剑 必然也会很麻烦 就在浩天面对人间最强者之时 宁缺趁机在光明灰大放光明 场间顿时炙烈的神灰释放开来 纵使全境时期的灌主在场也是难以抵挡 更何况是只会装逼的熊出没 就连在场的所有细灵术史 也被这道神灰灼透身躯而死 千年一次的光明圣灰 就是这样又被书院破坏 而且此时浩天还在权力的应付柳白 这位夫妻他老公家为本承诺 国秀 国秀 只会 和尚 川普郎 与柯好人不见 与年生成功 川普郎 上一千年之情 与光明占于荒原